放手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们小姐说了 你要是不到 她就不拜堂 我们都急死了 我知道 我 我也急 我这不在给你家 小姐找送她结婚的东西 你老七别急 你坐下会儿 我给你弄她说 我还坐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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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巴 鸭巴你干嘛呢 老七 老七 往外堵的你们俩 鸭巴你给我搜干 你给我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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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哑巴 你放放肚子 什么白鸣你啊 敢跟我动手动脚了 是不是 你给我搜干 搜干 你甭在这儿 跟我比比划画 甭以为我不让你想干嘛 你给我搜干 你不就是想让我过去 把翠儿给抢回来吗 是不是 啊 你不就是想让我过去 你不就是想让我过去 我就是想让我过去 我就是想让我过去 你也想去 我也想去 你能跟我争取吗 你再喜欢你能跟我争吗 能吗 不能吧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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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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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包到了 我亲自安排老齐骑着一样自行驶去接铁包了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那不着急 等他一到立马拜堂 这亲朋好友十里八乡的人都到了 要不你先出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铁包到了立马出去 村儿啊 爹知道你心里头发不见他 你喜欢他 等你今天拜了堂 成了人家的媳妇了 过去的事情就都过去了 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呢 铁包不到 我不拜堂 你真是我的心 你真是我的心 这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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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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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过来你拿一下 干嘛呀你们这 干嘛呀 董事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何景丹 你涉嫌泄露皇军军事机密 现在逮捕你 我泄露军事机密 得了 得了 我哪知道你们什么机密 等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军事机密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怎么泄露你们军事机密了 得了 走 你们走 干什么 大哥 走 干什么 放我 你怎么抓住 好 小姐出事了 幸福也让日本人得抓走了 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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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哪儿了这是 日本人包围王家寨 把黑男人抓走了 为啥呀 不知道 傅先生 我们始终朋友了 知道今天 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不要把好日子 变成坏日子 吉田太君 你看 您这儿没什么事 就放我回去吧 我那边不还等着结婚呢 是吧 我可以放你回去 可是你要告诉我 是谁泄露了 近空高桥镇的秘密 是谁泄露了 近空高桥镇的秘密 这个 这个我真的听不懂 什么近空高桥镇的 什么秘密啊 这可跟我都没关系 真的都没关系 可可可 你说 南哥这枪也交了 民团也解散了 它现在就会平头老百姓 你这小鬼子抓他干吗呀 是 咋想一想不明白 你说这小鬼子 这群王把犊子 就跑南哥婚礼上去抓 这把好好的婚礼给搅和 那婚礼也是小日本给搅和的 那婚礼就你给搅和 你没去 翠儿都没出的归房 一直在屋里待着呢 日本人一来 那婚事更不用结了 行行行 我就聊南哥的身过聊翠儿干嘛 那你问他嘛 你说这车娃子 我让他进城打探个消息 到现在不 行啊 这不急吗 那从城里到这儿不还有段路吗 那男的给抓先民队了 那我去看看 你这这这 待着吧 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 瞧瞧镇里军事 我是从你办公室里都知道的 制定计划 也是吉野连队长的高级军官 我们的计划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可有人跑到高桥镇去送证 是不是你 不是我 高桥镇的婚礼你去了没有 我没去 我没去 你胡说 我们做我们调查 你根本就不在城里 你去了吗 我才想睡觉 我才想睡觉 郭先生 我再问你一句 那个告密的人是不是你 那个告密的人是不是你 否则 我就躲到你一只手 否则我就躲到你一只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能会转到你一只手 别 别 我 你 给他 我 你 没有去参加婚礼 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是你 将禁随军通报了皇军的行动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还是不合作的话 你的新娘 将永远见不到新郎了 皇军 皇军 报告 报告 还有 山之光 我突然打听了 南哥确实压在日本宪兵队里 你这不废话吗 我还不知道他在日本宪兵队啊 我是让你问 为什么被抓到日本宪兵队了 没打听出来啊 叫你去干啥呢 我突然那人也没打听出来啊 来 行了 行了 南哥县是死了 还活着 活着呢 活着 活着 活着就说明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是吧 如果是大事 小鬼子早给他辟估 豪哥 那这事啊有往 日本仙兵队呢 领码标价 只要不是抗日的事 拿现南洋都能给捞出 那这儿 各会各家 各哨各娘 翻墙倒柜 把你们藏点钱全给我拿来 有一块十一块 明白 赶紧 快 来 老伯 这是我的钱 这是我的 这是我妹的档 这是我的钱 这是我姐给我长个儿的 这是我上学的钱 我爹说了 上学早两天晚两天都没事 先进我南哥才是最主要的 老伯 真有点屈膝味 不错 若有救命钱 先救谁的命都是救 石头 拿我呢 不用了 拿回去 拿回去 我一跟你爹说啊 他要再敢动我给你上学的钱 我把他手给剁 原话带给他 听见了吗 老了 这些呢 是这几年我给你攒的 这些呢 是我这几年攒下的 五十万 收收 八十六万 你说说你们三个啊 这些年挣的钱全败之了 总共没留下几块钱来 八十六还少啊 是不少了 买烧鸡吃不少 现在是救人命啊 你买烧鸡能买半只 你救人能救一条腿回来啊 老哥 你说咱们在这儿东拼西凑也凑不齐 那你男性那是有种的人 啥意思 才说啊 这都火烧眉毛了 您就借我这点钱 那关在宪兵队里的 那是你女婿啊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呀 您不能这么舍命不舍财吧 你看啊 前些日子为了救你 到我这儿来 借走了一百大洋 给小翠儿办婚事 花了一百大洋 你说书又不是摇钱术 真没救了 叔啊 求你了 救救南哥 您要是不救他 但这次就真的死了 这次我是真的没钱了 没钱了是吧 你没钱这里是啥呀 啥呀 都在这儿了 那我问你啊 你们家后院地底下埋的啥 猪圈底下藏的是啥 还有那灶材底下 灶材底下藏的是啥 那都不是钱是吧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叔啊 你这回要是不救南哥 我就把你藏钱这些地儿 到处说去 我看你将来把钱藏哪儿 还有 南哥这回要真死了 将来翠儿再往外面跑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 我也不救 王老千还来 王老千 王老千 坐着 老千 好口不打造 放上会的啥事啊 你拉我干啥 你拉我成好狗 我工作 算了 财数 你outh 你现在有多少 我有八十六 个大洋 你想凑多少了 两百 老棋啊 美 差多少 给铁包做齐了 谢谢叔 这个白嫁姑娘 出来了 你长得人靠谱吗 咱二姨家亲戚 二姨家亲戚 小的时候咱们见过过年的时候 你可能都忘了 她说她现在在这会儿 给日本人当发业 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人还行 回去啊千万别说咱家亲戚 就说人还行 能把人捞出来 明白吗 明白丢人 反正她拿完钱了 她就得给咱们办事呗 你都是穿钱了吗 穿了 干啥呀 一会儿南哥出来 咱带他吃点东西 来了 来了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我们的人呢 日本人说了是要饭 这事不好办 肯定不好办 不好办才找你的 还给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可不够 想救人还得添钱 二百块钱还不够 还得加钱 你呀 把钱还我们 我们自个儿想办 那钱也推不出来啊 哪儿去了 都给日本人了 那 要想捞这人还得给多少钱 你要我们的命啊 咱们这不都亲戚了 你可想办法了 谁跟你们是亲戚啊 反正话我带到了啊 想救人就得添钱 我先走了 不是亲戚吗 我估计这会儿再去找财叔要钱 估计他就得上调了 咱们从小就是看着财叔抠门长大的 他肯定不能给咱们钱了 咋办呢咱 咱们熟了呀 现在就剩下枪了 竹蛙子 老赖那边怎么给你回会儿啊 我去找他了 他说他从别人那儿买的枪了 不要咱的了 你说这事整呢 咱们这么多枪 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买主啊 财叔 咋 我让财叔 把咱这批枪给买了 财叔能买咱的枪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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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老爷 出什么事了 刚才呀 有人在咱家门上插了把刀 我一看 还有封信上头 念念念念念 自有盘龙山大哥登影子 召会阁下 三日后 上门取钱以注军资 暂定一千大洋 没法活了 没法活了 老爷 这个登影子 不是说几年前就过了黄河 跑到内蒙了吗 这咋又突然出现 还盯上咱 咱家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回来了 看来咱们家要遭打烂了 老爷 要不咱报官吧 保什么官呐 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人能管登影子这些事吗 那咋办呐 三日内登影子就要来拿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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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